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丧失科幻短片 格里地带 一个穿格子衬衫的程序员小红 哦不 出租车司机小红 在汽车内醒来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昏迷了多久 缓顾四周发现后座的乘客已经死亡 手里拿着一把枪 前方的车发动冲出了街道 却被一群奇怪的人拦了下来 小红吓坏了 赶紧跑出车子 发现整个城市已经陷入了瘫痪 街上停满了车 头疼欲裂的他跌跌撞撞的跑在街道上 到处都是成群戒队奔跑的人群 他跑到了一个地下室 被门口死去的人吓了一跳 掉下了仓库 原来这是一个酒窖 在跌落过程中 他的腿被锐物刺穿了 周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竟然是无数的丧尸 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 由于腿受了伤 他只能连滚带爬地跑向地面 关上了地下室的门 丧尸们不停地撞门 想撞破这个枷锁寻找美味的食物 门外响起警车的鸣笛声 像是在催促他赶紧过去 小红的眼里看到了希望 他尽最大的努力向门口跑去 同时丧尸也冲破了地下室的防御 向他赶来 小红好不容易走到警车旁时 他绝望了 警车里是一个丧尸 不停用自己的头捶着方向盘 而他的背后是丧尸大军 出人意料的是 丧尸们都从他身旁跑了过去 完全没有理他 这样他有点懵逼 缓缓地抬起自己的右手 才发现 衬身上有一个血印 颅起袖子才发现自己被咬了 他回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 他正在路边等红灯 顺便对彩票的中奖号码 毫无疑问他又没中 将彩票揉成一团扔向后座 一个男人冲上了车 他刚打了招呼 转头问他去哪 没想到男人竟拿着枪指着他一脸凶响 他掏出了衬衫上的那张彩票号码 男人在车里崩溃后 在上面写下了什么东西 激动地对小红说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把这个带过去 小红只好收下 但没想到收下后 男人发疯似的朝他扑过来咬了他一口 而小红也因此 差点装上迎面而来的公交 男人不停地和小红道歉 随后拿起枪吞枪自杀 小红想阻止 却被溅了一脸的血 受到极大冲击的他踩下了刹车 却停在了路中间 看着从侧翼快速驶来的汽车 他就昏迷了 他看着同时跑向一个方向的丧尸 空中飞来了一架直升机 正在瞄准人群进行射击 光打伤了小红的脸 他似乎也难逃一死了 而他手中还握着人类获救的希望 车里的那个男人 应该是和丧尸病毒爆发相关的科研人员 将人类最后的希望 全都寄托在了小红身上 而小红到底是被警察发现带走 还是被射杀 业务从而知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您点点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恐怖片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 留下想看的科幻电影 听迷妹给你解说 科幻证件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